咱现在是去玉卖乡的路上 也是边境 我们在这看见了两只 这才是西藏真正的藏 不是那种拍照的那种 这太厉害 你看我车里的小狗怕了 看到大哥了 你看这小狗叫的 放起来吧 快关上 行了 小狗害怕 你知道吗 现在其实就是边境线了 这两只藏狗看 我们来进西藏已经好几次了 也是别走太见 也是头一次见到两只 头一次见到这种西藏本地的原生藏 他的眼睛特别逗不 这也就是你在西藏能见到 最正宗的藏狗了 就是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的藏狗 非常厉害 这个是犬中之王 这个还有好一些 你看那个一直在叫唤 离得远 刚才他也一直在咬我们 兄弟 这家的人不在吧 应该 应该在放牛 你看这样养了多少牛 看一眼 他这个眼睛是生病的吗 为什么一直红一直不红呢 没有吧应该 还好像是有一只红色的哈 眼睛都是红色的呀为啥 不太清楚 而且这两个熬长得不一样 是吗 你仔细看 他那个熬的头顶是粗的 这个熬头顶是榨茫的 你别逗 他外边瞅我呢 给你们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很荒 这种藏狗 在西到现在已经很难见了 他一直在瞅咱 你能说一声吗 我们就去看看 不偷 他家的牦牛真的多呀 好多 这还有红色的牦牛 他一直瞅我 你穿红衣服的是吧 哎呦 他又有哎呦 哎呦 我吓他 他是不是对我有攻击性了 没事没事 你记什么没事 你就跑就行了 他跑不过你 我从那边 看到你们家狗特别好看 拍了一下 我们不是偷狗的 我们车里也有小狗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这牦牛都是您家的吗 这么多 那两只盗鸥都是你的 两只 吓我们一跳 他一直盯着我们 怕我们是 怕这两只狗和别的狗不一样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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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这拍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那个 放牧那个赞祖大哥 以为我们是要偷狗的 要狗我们车里也放不下呀 你也不敢 你也不敢偷呀 我也不敢偷 我怕要咬我的 上车 看看 车里已经晾着够了